大家好,9月17日在快和谷有8组试集 第一组就是《草地千七米》,先给大家看看 Facebook群开了,马忌仙赛马心得分享及交流区开了 欢迎大家加入 另外亦有个WeChat赛马群,有职场群和拆局群 所有资料在Facebook都找到 另外我在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引入的马 我在Facebook都有个群 欢迎大家去找一找 另外,欢迎大家如果喜欢这条影片,订阅和按赞 大家早集最高分89分是加州十大时间 1分49秒71,正常,不是很快 9月17日,第一组谷草千七米的草地集就准备了 集集完 好,开集的时候,大家都尚算出集都出得齐 红眼罩少少被动一点,就是那只一铺成鸣 最二位是加州十大,尾三是天天漂亮 刚刚第一次过的终点,跑了一段 放头的马是那只移昌涌驱 放在前面走,第二位是雀翘飞,外面跟 第三,埋面专一,紫色衫,第四是雀翘领先 后面的四只,红衣是三光飞轮,红眼罩一边 一铺成名,外面是加州十大,包了最后的马 暂时是那只天天漂亮 接近对面直路头,前面放出来的马是那只移昌涌驱 快过紫色头罩那只穿翘飞渡 紧随第三位是专一,第四位紫色衫,穿着领先 后面的四匹马,有红眼罩,尾四,黑衫,有一铺成名 外面三光飞轮,红衫,后面两匹马,埋面日日靓 紫色眼罩,蓝帽,暂时包尾,是那只加州十大 好了,去到对面直路的尾段 质序上面基本上都没什么移动过 宜昌涌驱都还是占先了第一个新位 穿翘飞渡第二位,第三位,埋面是这只尊一 外面还有穿翘领先,后面四只一铺成名,三光飞轮,日日靓 和加州十大,入直路,宜昌涌驱占先 穿翘飞渡开始上来了,尊一里穿翘领先,第四,埋面 红眼罩,第五,一铺成名,外面有三光飞轮 扔到最初加州十大在打边,蓝帽,马蓝后面是一只日日靓 好了,最后二百米,都平台冲刺 卖边尊一就揣上来,都一直要逼 穿翘飞到中间,第三位的马,有着着领先,外面日日靓上来 里面浅蓝衫放头,一只宜昌涌驱,红眼罩走上去一铺成名 后面两只,红衫,三光飞轮,蓝衫,是加州十大 这组集时间不算很快 33秒,36秒,35秒,35秒,3,24秒,8 尤其是偏慢的,所以要骑得很厉害的马 我想真的要看低一点 专一先,评分有优势 46分,我会给9分水准的,穿翘飞轮 骑得很厉害,8.75只,只是8.75 骑得很厉害,骑得很厉害,穿翘领先进步了 新马来说,8.75 这只马可以留意一下,三光飞轮 也很轻松,勉强给8.75 也算是8.5 宜昌涌驱,回来散,8.5 一波成名,回来完全没有 没有,不给评分,加州十大,如势不错 看见他,但又回来不多,8.5 我觉得是最轻松的,当然是一只尊一 然后那只雀飞轮飞轮好一点 看见他如势不错,8.75 但给了9分水准,只有一只尊一 其他马,觉得他可以 好像一波成名,如势不差 但沿途走势一样,所以不能给8.75 宜昌涌驱上回来,但我觉得好像一样 很滑滑的,这组集没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试得最好当然是尊一 但其他,因为这组集偏慢时间 没什么特别看到 看完第一组,看第二组 第二组最高分是114分 幸福笑容,时间1分15 9分5,不算快 继续试集就来到第二组 好,开集的时候,那只越进知己 就不算很快 63,重草成名退下来 黄衫还有只幸福笑容 幸福笑容最高分,退下来 尾四,紫色3,是西利哥 好,跑对面直路 前面放出来的马,是南武那匹 蒙巴黎,在那边勇创派对 第三位,是街运才 金歌仪第四,后面那四只 西利哥,越进知己 尾二六三,重草成名 爆了落尾的马,暂时是那只幸福笑容 好了,过完这个六百米段柱 前面还有这只蒙巴黎,放了出来 勇创派对,快跟第二 第三位的马,见到埋便是街运才 在外面,金歌仪上来,刚刚过了它 后面那四只,尾四,紫色3 那批中档,是越进知己 埋便,紫色3,西利哥,黄衫 扔到出去,是幸福笑容 包尾的重草成名 好了,最后直路 前面是蒙巴黎,占千 中间勇创派对,外面金歌仪 里面还有街运才,后面四只 重草成名,上了少少,越进知己 去尾三,接近中点 街运才埋便,中间勇创派对 外面是金歌仪,外面 重草成名,追下去都很小 里面是放头那只,蒙巴黎 后面的三只,后面的三只 有这只,西利哥,越进知己 黄衫,幸福笑容 我想后面的几只,应该评分低一点 金歌仪,8.75 比上季更好 但这只马仪很尴尬 又似好非好,8.75 勇创派对,之前那货集不肯走 这货集骑上去,算是好一点 回来如势不多,但勉强给8.75 我其实应该给8.5 骑上去,8.75 至少再近一点 评分未必有优势 嘉佳运才,93分应该有优势 上年没赢过,前一年赢5场 不知道好多 这货集很轻松,拍两下肩膀 拍两下肩膀,三下 都可以,9分水准 但这个评分要拖脚稳较 曹祖成名,9分水准 看看鱼饰 一踏着就走上来 射程是23月8 如势非常好,所以给9分水准 蒙巴黎回来不多,8.75 月晋之几好像没有上季那么健康 有少少少 64分尴尬,但三班应该有马赢 经常觉得这笔马不是那么短 应该跑长一点 但怎么也好,8.5 我觉得是8.5 西里哥有8.5 可以再好一点 幸福笑容8.5 一定会再试集 看完两组集,看第三组 第3组集最高分是76分雷电斗士和合火新星 这组集试得很好,1分11秒37 特别留意 组织集来到第三组 千叶某夜短途集 随时起步 开集的时候,一连锋月立点在后面 还有一笔蜡龙4、1支 2ead2、2mb3、3 regions Thronesensh3,4иж 车好,跑了一段 前速队超大的 bem cu 雷電鬥士放了出來 第二位的馬是金白玲 第三位是玉日輝 第四位包裝必勝第五位 黑衣跟斗雲 前面藍波馬囂雄拍著那隻進取 後面三匹馬 閃妙威龍一簾封絕 合火新星移到來包尾的位置 過了600米斷柱 前面雷電鬥士放了出來過年新位 第二位的馬是金白玲 前面第三位是玉日輝 中檔第四位是包裝必勝 推了那隻就跟斗雲出去了 後面藍波尾五馬囂雄尾四 進取尾三閃妖威龍尾一簾封月包尾那隻 合火新星 最後200了 雷電鬥士 截來了一個新位 外面包裝必勝就進佔第二 一路沿著前面騎上來還有一隻馬囂雄 後面第四 外面是跟斗雲 紫色衫第五載 一路沿日輝就拍著一隻金白玲 後面四隻 外面數進去 有這隻進取 黃衫閃妖威龍 一連風月都一直在後面 合火新星過了終點 人地收慢 他又上了一些 對,人地收慢就上了一些 但怎樣也好 雷電鬥士9分水準 給不到9.25分 馬囂雷電鬥士12秒9分 但他肯定沒有最高級的時間 三歲馬還沒有熟 之後應該可以再熟 但一隻擺明超級的馬 76分應該 今年可以 不知道會不會之後跑經典一 經典理賽 應該不是千二馬 千四千六都應該可以 在外地的時候已經知道他很厲害 在兩歲的形狀 現在來到香港之後很適應 高中尼弄得這隻馬非常好 但給不到9.25分 馬囂雄要騎 Toronado的兒子67分 見到他在外地叫Chattu Nui Mekang Junior 其實這隻馬 我當時看過 我都覺得他有一匹三班勉強的馬 67分可能要減少少分 但這副試得不錯 8.75分 留意他的進度 這匹馬三班有馬贏 寶藏必勝 74分濕地特階的馬 這副試用來按住 8.75分可以再好一點 筋斗雲8.75分 被人頂了出去外面之後肯追 67分又是尷尬一點 旭日輝 外國的方法不差 但來到香港上年是完全不適應 今年好一點點 8.5分而已 金白零未夠水準 遲些先 這隻澳洲自購馬 外地叫Golden Artie 在東奔贏馬 但他在GoCol 那些都一般的 在那場表決賽 都是把來七名 要再進步多一點才行 進翠 又是自購馬 這隻馬叫做 Cool and Clever Jimboge 跑三場贏兩場 但在細場贏 要進步一點才行 閃耀威龍也是自購馬 沃爾蘭是自購馬 沃爾蘭是自購馬 那一年是馬王級 但近兩年 那些馬都不是馬王級 不是贏了那些 而且要跑長一點 因為要跑到16800 遲些先 看完三部集 看看第四組 第四組 兩隻七十三分馬 陸引神鞅和肥仔醒醒 時間不快 1分12秒3 等一隻時事好運 隨時這部 好 開閘的超脆白衣 新力高升 現在尾二 紫色頭罩都不是快 吞下來 藍白環間三 陸欣神鞅 還有一隻紅帽 現在尾三是辣得嬌 跑了一段的路程 前面肥仔醒醒 就放了出來 升力無敵 第二位 布大威猛第三 藍帽第四位 還有勝利同盟 外面橙衫 時事好運 尾四 紫色頭罩 新力高升 後面三隻辣得嬌 外面藍白環間三 是那批陸欣神鞅 再看到埋便位置 超脆上來 辣得嬌 走來爆尾 紅帽 600米斷柱過了 前面肥仔醒醒放 升力無敵第二位 布大威猛第三 第四 時事好運 第五已經身力高升 勝利同盟藍帽 走下去 賣便超脆過了 最出 藍白環間三 陸欣神鞅 走進去 紅帽那批是辣得嬌 最後直路 肥仔醒醒走中間 佔線 在埋便 布大威猛 有些押進去 但都上來 最出 有時事好運 追上來 紫色頭罩 還有身力高升 六欣神鞅都追些 接近終點 肥仔醒醒 贏出的大閘 第二近 埋便布大威猛 中間身力高升 外面六欣神鞅 最出橙衫 時事好運 白衣白帽 超脆 辣得嬌都追上去 星力無敵 轉彎已經退了 是那隻勝利同盟 我想勝利同盟 那隻勝利無敵 我都不會給評分 但這組閘很慢時間 而且看見一隻肥仔醒醒 好像真的 根本不是前置馬 應該留著一點點 跑會更好 但暫時來說 他的閘全部都前置 我其實不喜歡 好像不集中精神 要加眼罩 當然 我買回來的時候 外國沒有打眼罩 但這貨集真是一般 8.75 看完這貨集之後 看見很明顯 裡面好很多 布大威猛 打了邊 有點耐閃 長一點 4歲的 短途馬 100012馬 8.75 新力高升 慢時間 捐上來 8.75 給不到9分水準 但60分 應該很有水位 所以在四班賽 要特別留意 錄音神居 是Cody Bear的兒子 自購馬 我們叫Cobo 我之前也說過 1200、1400、1600 不到的馬 他跑一些 1600 我勉強捱到 到1800 就一定不到 所以他會不會跑1200、1400 現在減夠分 減到73分 他今年應該會好一點 但騎下去 騎得很重要 所以我給8.5 初起階段 慢時間 按住一隻馬 反而這隻時事好運 在外蘭 跑線不是有利 而且他追上去有小 8.75 升得了無敵 超脆 和達德嬌 我三隻馬都不給評分 這組合時間太慢 還有肥仔聰聰聰 我真的不知道搞什麼 明顯上年是想留下今年才跑 但又說 食材一般 所以本身打算明天跑 現在又不跑 但今天他又跑去試襲 真的不知道希斯搞什麼 他是連馬斯 我不是 我繼續找我 找好馬 但他繼續做自己的事 好了 看完四組 看看第五組 第五組集 最高分63分 百發百中 時間1分13秒 500 OK 不算慢 正常時間 是回來的 好了 繼續試襲 來到第五組 千二 準備 好了開襲的時候 稍微被動一點 外面那隻果然盡 有眼罩 都黏一點 仙老光明 尾爾紅帽 吞下來 淺藍衣 是那隻謙謙君子 好了 前面那隻 都很快 又大隻 紅衣 第三隻南華之光 放了出來 百發百中 就咬著第二 南海鐵器 第三 中間就勇敢巨星 就埋遍第五 宏才 後面四隻 轉飛龍 淺藍衣 謙謙君子 以煽露光明 果然盡 很早就已經要逼了 好了 過了這個六百米段處 前面南華之光 放百發百中 就一直跟著他 第三位的馬粉紅面枯 轉了一個配備 勇敢巨星 裡面還有這隻宏才 第五位外面淺藍衣 南海鐵器 尾四中蕩 淺藍衣 謙謙君子 內蘭尾三 那邊就煽露光明 紅帽轉飛龍 頂到追出 是那隻果然進來的 好了 最後直路 前面佔先的馬 還是南華之光 裡面追他 有宏才 煽露光明 都追些 外面還有一隻謙謙君子 百發百中 移動的 勇敢巨星移動的 果然進追出 接近終點 南華之光 都贏了這個大閘 裡面有宏才 內蘭走上去 煽露光明 謙謙君子 淺藍衣 第四 果然進出變第五 後面的馬 有粉紅面枯 勇敢巨星 鑽飛龍 過終點之後 吞下來的馬 南海鐵器 還有那隻百發百中 百發百中 不知道是不是有事 包美回來 希望不是爆光 但我就沒有問到 南華之光 這隻馬 跑了兩次 上年起碼 放到回來 跑到位置 很明顯 短途 快馬 五歲都應該大熟 九分水準 試得很輕鬆 混彩 很熟 之前試過 都 贏得很厲害 但第二貨集 一般 這貨集都可以 有九分水準 拍了一邊 九分水準 線路光明 打得太厲害 8.5 謙謙君子 騎下去不多 8.5 果然盡8.5 勇敢巨星 不給評分 百發百中 我想有事 這貨集我不給評分 鑽飛龍 又是不給評分 南華鐵器 也不給評分 只能收慢 好像回到來 有些聲音 但我沒有仔細地問 不方好東西 看到這樣的拉停 希望隻馬沒事 看完五組集 還有三組 第六組 最高分是52分 池峰聘語的時間 1分11秒36 算是好時間 繼續進入第六組 千二短途 開閘慢的全程路通 還有一隻好馬力 也不是快 還有一隻不快 現在走上去 是池峰聘語 現在走上去 尾三個包裝大勝 尾四 黑衣是敬盡 高歌 看回前面的馬 看到這隻精明 湧峰 配備不同了 放了出來 喜迎於心 第二馬上旺 第三翼翼 旗達第四 紅中列馬第五 後面五隻 藍眼罩敬 敬盡高歌 還有這隻尾四 持風請雨 後面三隻包裝大勝 好馬力 全程路通 暫時就在這個包尾的位置 轉彎的時候 前面 精明湧峰 放了出來跑 喜迎於心 一直逼 夜奇達第三 馬上望第四 紅中列馬 第五 第六位 近一點 走進去 敬盡高歌 外面 池峰請雨 後面三隻包裝大勝 黑衣好馬力 扔到最出 是全程路通 好 最後二百 精明湧峰 拋掉後面的對手 而贏出這個大閘 第二 就跟前那隻 喜迎於心 追上來的馬 似乎只有一隻 近面 是敬盡高歌 後面那些 綠三馬上望中蕩 白衣 還有這隻 就是池峰請雨 後面的馬 看到 走下去 有這隻紅中列馬 全程路通 最出的 黑衣在後面 好馬力 藍白橫衣包裝大勝 夜奇達 紅毛那一匹 這組集當然 試得非常好 就是精明湧峰 以前還沒戴過眼包 只是戴過開逢眼袖 試得非常好 第二段快的 但沒段回來要騎 九分碎盡 喜迎於心 要騎得緊要 8.75 勁進高歌又是騎得緊要 在內蘭節省 8.75 勉強給 時風拼雨 這隻馬試得不細 看到現在是第四位 全程按住 又是8.75 馬上旺騎得緊要 還有一隻 夜夜奇達也是 8.5 8.5 兩隻都是 全程腦通在外面追上 勉強給8.5 紅中列馬可能有事 也是 收慢過終點 後面幾隻都不給評分 試好是這隻精明湧峰 但真的不是那麼短 應該1400 看一看來貴 金櫃 會不會好些 好了 看完六組 最後最後兩組 看看吧 第七組集 最高分是76分 競賽 時間是58秒 77 OK 都不給它 繼續進入 第七組 一千 好 開閘的時候 綠色衫大千 眼界不算快 一當 可以贏 其實都不快 不過入面走上去 好 過800 好接近 競賽佔先 外面英雄豪邁 外面有型有格 第三位來的,有格有型 外面還有一隻有得贏 第五位就是星之寶 後面的四匹馬,亞洲騰王 中間裡面大千眼界上了一些 外面是加州得力 包了最後的馬,有何不可 入彎,外面英雄豪邁 中間競彩,裡面有得贏 第四位的馬有星之寶 六三大千眼界,中間亞洲騰王 外面還有這隻有何不可 厚一點的馬,有格有型 包了最後,黃三一進至尾二是加州得力 最後八多米,片來片去 英雄豪邁,紅三 六三上來就大千眼界 星之寶是最出禁止的 中間紅帽競彩,亞洲騰王 裡面有何不可,藍三上去 尾三,黃三那一批是加州得力 尾二有得贏,包了最後 是那隻有格有型 有得贏,很明顯未夠水準 英雄豪邁,這是64分的自購馬 試得不差,明顯已經上了力 跑了兩次,贏兩次 軟地又可以,好地又可以 有眼部配備會好些 有陽紅面露,眼罩都會好些 九分水準 大千眼界裡面輕鬆上來 這隻Shielding to win的兒子 都會看著你們跑 我覺得他跟英雄豪邁差不多 但他熟了一點,都是九分水準 星之寶第三名,這是Maurice的兒子 黎超星馬房 我們叫做Matsukazi 贏一場處女馬賽 但不知為何,那場處女馬賽 贏了一點也夠分 這個入市得不頑,8.75 跟亞洲騰王一樣,亞洲騰王也是捐得非常漂亮 8.75,這隻馬進步了 這隻自救生馬 在四班應該可以爭下的一帶跑長一點 競賽,8.5 因為他最高分,回到來不多 看見他今早都以為會贏 但回到來不多 反而有何不可 這些中距離馬,64分 其實之前我也聽過 是士斌沙介紹去買的 我也看過這個方不漂亮 但士斌沙介紹得 希望會OK 這貨集試得OK了一點 比預期好,在萊蘭省上來 8.5,我覺得比不到8.75 因為我猜他會再試雜 加張得力,這隻自救馬 Diffield,跑了兩次 一個勝出 第二場就輸了四個馬 不知為何在Walwark贏場的賽事 都足夠63分 有得贏就是一隻Pins的兒子 暑假進去看他的樣子 很帥,很大隻,但未夠水準 有格有型,Swiss Ace的兒子 未夠水準 給他一點時間 看完7組看看第8組 好了,來到今天第8組 時間58秒91 最高分68分的多利神區 好,繼續試集來到第8組 一千米的短圖 自己步 好,開閘出閘齊 好齊 這一組馬 稍稍等 那隻富全大師 外面黃心 福國寶 布里余鋒也都在外面 紅衣 紅帽包尾 超能勇士 好,前面 超能勇士 接著有佳應福星 紅衣火旺 外面位置 還見到 就是那隻雪勇神區 來的 後面的馬 前面 富全大師 回上去 中間多利神區 外面英勇猴王 尾子是福國寶 包了最後的馬 是暴里如風 好,前面放了出來 都還是那隻超能勇士 外面 加應福星 紅衣火旺 第三 第四 雪勇神區 第五 富全大師 多利神區 尾子 尾子 外面 有英勇猴王 黃衣走入去 尾子是福國寶 最後一百米 前面佔先的馬 都還是這隻超能勇士 外面 紅衣火旺 都是按著跟著他 外面 給上去 有這隻藍白格仔衫 就是 雪勇神區 富全大師 也有的 再後面的馬 還有加應福星 淺藍三 外面多利神區 尾子三 福國寶 尾子以暴里如風 包了最後的馬 是英勇猴王 黎超星的馬 好像每隻都有進步 超能勇士 勉強給九分水準 精心細選 幫他選回來的馬 細頭不錯 看到這隻馬 可以再好些 因為你和紅衣火王拍住 紅衣火王是四班馬 你鬆著鬆著 讓他走 兩隻我都給九分水準 那隻紅衣火王 雪天神都騎得很厲害 8.75 這隻拍馬會 ISG的外爾蘭馬 都算來得快 這麼快可以試襲 但是8.75 騎得太厲害 富全大師 為什麼這麼輕鬆 來到香港這麼久 上年是贏過馬 贏過馬 贏馬那場也是OK的 快時間的 然後一直沉 但是現在有生氣 這貨集我會給九分水準 贏得30分 不知道會不會是排頭場 擺頭場的賽事 幫幫手 然後他一出的時候 贏得1400米 這隻馬來得非常好 這貨集是霍宏星士 看看會不會出賽 給他跑 來得非常非常好 這隻馬 九分水準 全組試駕最好 這幾分鐘未夠 福國寶和英勇侠王 都要給點時間 好了 看完八組集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